男人把头塞进马桶 只因他得了怪病 联合武士瓶水依然口渴 当他想要出来吸口气时 马桶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不让他出来 他全力挣扎 最终淹死在了马桶里 手中握着一团黑色的头发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他们被困在海上已经五天了 毒辣的太阳使他们又饿又渴 求生的欲望让他们把目光放在了老徐的身上 通过老徐的尸体 他们在海上足足撑了一个月后得救了 说着男人拼命用手指抠向自己的喉咙 似乎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 最终因无法呼吸当场死亡 智雅在他的手里发现了同样的头发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渔民了 智雅来到他的家中 发现了墙上的龙王画像 奇怪的是画上的龙竟然没有爪子 李然表情凝重 他和蟒蛇有着特殊的渊源 而此时李浪来到一口井旁 这里沉睡着六百年前败给李然的赤龙 数百年来 沉睡的赤龙都由巫婆照料 她每年都会捉来一名女子进行陷阱 只需要完成今天最后的仪式 赤龙便会被唤醒重返人间 而他们的目标 便是阿英如今的转世智雅 李然得知赤龙还活着 便让智雅赶紧离开 为了找到失踪的父母 智雅虽然嘴上答应 但还是偷偷调查了起来 巫婆谎称认识她的父母 把她请到家中 殷勤地劝智雅喝茶 巫婆告诉智雅 当年她妈妈因为胎位不正 来到岛上向龙王祈祷 智雅当即拆穿了她的谎话 自己的妈妈是医生 如果发现孩子有问题 那她肯定要去医院 而且智雅发现 只有她家挂着五方起 她猜测眼前这个女人 便是给吃龙献祭的巫婆 正当她要离开时 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倒了下来 一旁的镜子照出了巫婆的真面目 是个活了数百年的老妇人 晚上巫婆将智雅拉到井边进行祭祀 就在这危难之时 李然及时赶到 可是脚下的月剑草让她望而却步 眼看智雅就要被推下深渊 李然想起了前世死在怀中的阿英 怒气让她献出了九尾湖的真身 招来大雨冲刷掉地上的法阵 一步步走向巫婆 一道天雷将巫婆化为粉末 李然成功救下智雅 可她没发现智雅的血已经流入井中 献祭已经完成了 不一会儿村子里所有的人 都不由自主地来到井边 他们朝井中望去 神色诡异 李浪将一个贴满符咒的婴儿 交给一个黑衣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